我們接下來我們帶來演出的團體叫 義璇首席室內樂團 你說老師他不是義祥愛樂室內樂團嗎 對 義祥愛樂室內樂團是一個以教育跟遠出 共同執行的一個協會 也是一個算是一個職業教育的一個團體 在這個團體以下 我們老師除了教學之外 很多老師在職業樂團裡面也好 在平常的話也有很多很多的演出的機會 可以看到這些老師 這個團體由現在有12位老師所組成 是義祥弦樂裡面的首席老師們所組成的 叫做義璇首席樂團 這樂團呢 今天會讓大家帶來這一連串接下來的演出 當然大家提到了 今天的主辦是我們台北市的中山堂 他這是一個非常歷史的一個古蹟 非常歷史的一個場地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的曲目上面 除了古典之外 我們也跨古典 我們跨界的帶來很多 大家可能第一次聽到 可能耳熟能響 可能在你的耳熟的時候聽到過 或者是在你的人生經驗當中 你曾經聽到的曲子 像第一首他們帶來這些曲目來說 他是當然有說古典嘛 大家聽過都聽過莫札特小葉曲 聽過莫札特這個人 他是我們的音樂神童 可是莫札特呢 他的最有名的除了小葉曲之外 他的西遊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西遊曲裡面他有分了三首 他有二十幾首西遊曲 最有名的就是從K136到138 這三組 這三組也是他在 塞爾斯堡這個地方所做的 所以這三種 西遊曲也組成了 所謂的塞爾斯堡交響曲 這三種曲目是大家 不管在任何的場地演出 我說場地演出是 婚禮也好啦 專業的場地也好啦 甚至戶外音樂會 甚至很多很多的沙龍音樂會裡面 都可以聽到 因為以前這些東西 莫札特就是做給小編制的演出 然後是在一個在宮廷裡面 在很多貴族像各位一樣 做在這個很有歷史的地方 每個串的跟貴族一樣 他演出 因為有下雨 所以有點狼狽的感覺 所以我沒有關係 但是音樂很狼狽 音樂一定可以溫暖大家的心靈 尤其我常常說 今天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蒙滅音樂會 這是為了現在的一個 疫情影響 我說過了 疫情大家要做好自己的自我的管理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對演出者來說 對觀眾來說 我們要做好最好最好的 十足的把握 讓這個音樂會是能夠順利的演出 讓很多的演出者 很多觀眾是能夠安心的 所以呢 我們所有演出者 甚至工作人員 我們都會戴上 戴上考照 可是我相信 不會影響到 他們演出的品質 所以呢 我稍微一一介紹一下 這些我們藝學老師 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演出 雖然不是他們的創團音樂會 可是是他們 有心的組合起來 對藝講裡面是一個 以後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出團隊 有我們的首席 我們李敏老師 我們掌聲歡迎李敏老師 還有我們小一心家羅錦宏老師 再來是我們小一心家 陳玉文 陳老師 這是 怎麼會有粉絲衝上來呢 就跟你說要戴口罩 等一下 主辦都會衝出來 高順 好 來接下來 歡迎我們小一心家 陳靜宇 陳老師 我常常說 是我們年輕的指揮家 也是我們的小天一家 我們的陳玉霆 陳老師 我們的楊健佳 楊老師 最帥氣的莊麗雲 莊老師 好 看看這一邊 這一邊的身份 就更加貴重一點點了 因為樂器又比較大支 他們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邊 因為下面的不是 很多都是專業的觀眾們 因為你們孩子都有學音樂 都知道這邊是中提琴 中提琴除了樂器 是比較大支之外 演奏的人的身份也是特別的 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首席 我們的何佳蓁 楊老師 你說老師為什麼一個介紹 因為蒙面看不清楚 你不介紹你知道誰在上面 所以還是介紹一下 我們的中文家 林曉淳 林老師 我們中文家 盧思璇 盧老師 接下來 在那邊就是我們大提琴 大提琴我們介紹我們 我們蔡婉玲 蔡老師 我們的季傑如 季老師 好 你說老師他怎麼沒有低音提琴 低音提琴的演出 他會是在7月1號 他們正式創團音樂會的時候 他們會加進來 好 我們現在掌聲歡迎他們帶來這一首 莫札特的 K136 西遊群 掌聲歡迎他們 謝謝 謝謝 美歌 很難忘 我俊了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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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